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四川的凉菜 叫怪味鸡 它是味道特殊 十几种调料融合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怪味 这道菜应该是很巴适的很 巴适 开搞 鸡腿肉我们给它去骨 鸡腿肉是活肉 我们做这个怪味鸡 割这个活肉 就比鸡腿肉要强多了 看这一下就拿下来了 这对于你还说都是小活 是不是 对 那手拿换一下 你学的对 这个网友朋友等一下踢不了 那只能找热心的老板 对啊 买的时候就让他给踢出来 踢出来 还一头 四零年老师傅 四零后 到骨头了吧 这不就到骨头了吗 这不吃了吗 出来了吗 看着 咋断 下来了 一拽就下来了 这可是高手啊 这我大聪明都看出来了 高手在民间嘛 我是大聪明啊 你是二聪明 你是大聪明 我是大聪明 你是整个事 加点底油 麻椒油 麻椒 这个变烧热了 现在就到这 哎 热火啊 哎 一定的 这个在家要是没有麻椒 自己也可以买点麻椒油 对 现在也有卖现成的 哎 出味了 剥群烟了啊 变色了 冷水下锅啊 这就是煮上了啊 鸡骨头也给它搁进去 放点大块葱姜 柠檬啊 先挤一下 把这个汁挤出来 让里头 主要是去腥 去腥 增腥 开了啊 把沫给它清理一下 哎 大聪明太聪明了 这都贴沫了 好 你个小崽子 老夸你是吧 嗯 你是二聪明嘛 不就大聪明吗 那这卧龙凤厨了 哎 那就对了 加两勺盐啊 好 小火啊 开三分钟 就行啊 就可以了 这个灌味鸡啊 这个调料要求的比较多 复杂 味道比较浓郁 还能够复合起来 对 这你怎么办 这边起先不过先不复杂 这是几个啊 这几个 这六个 你这是俄语是吧 一到几一到八呀 一到八呀 那我也会 我也会 我也会 阿拉伯给你 阿拉伯给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八 现在这是几个 这是十一个 十一个 这是家里有时候有那个 四九个是吧 四九个是吧 四九个 这个我们在北方大厦的时候啊 这个宴会上的怪味鸡哈 这个外国人还挺喜欢的 这口味 接在外国人 接在外边的时候 也像这个了 是 都是凉菜是吧 它是凉菜 二重苗 你把那个鸡汤给我快点 少来啊 不能一次先搁进去 芝麻酱 这个提醒啊 没有芝麻酱 花生酱也可以 可以 再来点 再来点 充分切开就行 对 放一勺 花椒面 来点酱油 来点酱油 泡椒 这个四川 四川 四川菜 留开泡椒 加点辣的 一定要能吃出甜味来 两勺糖 香醋 这很关键 一定要搁香醋 香醋啊 辣椒油 辣椒油 麻椒油 好嘞 漏点油进去 大蒜 葱末 姜末 过进去 最后放这个 最后放 二重苗尝着口味怎么样 我闻一闻吧 嗯 挺特殊 最主要是蘸鸡池 你现在长进了 你以为我徒孙子变成二重苗了 哈哈哈哈 到点了啊 撒一头 看见 一撒透了 看没有 关火 泡它五分钟 到点了 捞出来 这个鸡啊 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嫩的啊 不能泡水 你太长了 失常了 就老了 这原色啊 原点儿 原味 这干柠檬我就闻不到这个鸡这个青山味 对 刀起刀落啊 就讲究个整齐啊 不磨叽 干净 哎呀 这小腿 给它蒙上汁啊 柜味鸡就完成了啊 这简单又好吃的柜味鸡啊 我们就操作完了 多简单啊 在家里做就非常简单 这夏天来这个啊 哎呀 太美了 太美了 香葱 漂亮 画龙点睛 我尝尝这个怪味 嫩吗 嗯 这菜啊 这菜啊 要掌握 它这个鸡肉啊 嗯 这个 煮的时间 要三分钟 泡 勤五分钟 对 捞出来之后 这个 调这个怪味的时候 一定 把这个比例做好 最后割葱姜蒜 对 处的这个味道才真正 对 顺序啊 顺序比例啊 OK 而且它请报呢 现在这个鸡肉非常的 非常好 怪味挺突出的 它这有辣呀 有麻 还有麻酱的香味 还有麻油的味道 嗯 OK 开胃一下 吃 这吃起来够了 自然 关注老演技 美与烟火技 哈哈哈